如今各种网络直播平台的兴起带动了网红经济的发展 直播平台里各种各样的直播内容层出不穷 现在比较引人注意的直播内容 当属大卫王吃东西 这些号称大卫王的主播 往往会吃一些非常具有刺激性 或者一些体积非常大的食物 最常见的就是吃一些个头非常大的海鲜 那么就网友比较好奇这样的一个问题 这些大卫王主播每天都吃海鲜大餐 到底他们是有多有钱呢 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一般的网络吃播吃的海鲜 都是一些巨型的榨章鱼 活的龙虾还有帝王蟹 这些海鲜我们平时很少能在市场上看到 所以人们看到吃播吃这些东西都会被吸引 观看的人还会给主播送礼物 主播收到礼物可以最换成现金 这些吃播也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赚钱 赚的钱多了 这些海鲜所花费的钱对于他们来说就根本不算什么了 去了解 还有一些吃播所吃的海鲜不是真的海鲜 只是用些碎料的海鲜外壳摆在镜头面前 海鲜壳里放的东西都是一些比较像海鲜肉的食物 还有一些网友说到 有很多做海鲜大餐吃播的人 都是海鲜的经销商 其实他们这么做就是为了推扛自己的海鲜 用直播吸引顾客 让更多的顾客购买 而这些海鲜的质量很难得到保障 这样看来 这些所谓的海鲜吃播 大部分都是为了吸引粉丝的眼球 赚取粉丝的钱 据媒体报道 很多大卫王吃播在镜头后都会进行催吐 身体的消化系统早已衰弱 这种通过伤害身体的方式来赚钱 是非常不可取的 不值得提倡 话说 大家对于这些大卫王主播都有哪些看法呢 欢迎留言交流 感谢观看本期节目 了解更多 请关注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